第十二回的健康祭在奇遇县举行 许多喜爱唱歌的日本民众不仅上台表演 还带着加油团前往助阵 主办活动的周冬宽医师更分享健康长寿的秘诀 就是透过歌声与表演 不仅能够抒发压力 还能够从中学到如何让自己更健康 在日本职业三十年的周冬宽医师 主办第十二回健康祭活动 近上百位日本民众参加 其中还有多位是周冬宽医师 在粤谷地区的九十岁以上患者 以及远从山梨县包游览车的民众 还有参议员、前田武志、西田十人都出席之意 普通一开始周冬宽医师 以为了让十年后的自己更美好 现在要健康为题进行演讲 擅长歌唱健康法的周冬宽 也分享一些生活小常识 包括最好不要吃小沙丁鱼干 因为可能受到排泄物污染 还有马桶冲水前要盖上 以免吸入溅出的水汽 而懒员则可以在床上做伸展运动 帮助关节软骨放松等等 周冬宽也捐款给穷本大地震震灾专户 他表示自己来自台湾 目前也担任其余台湾总会会长 相信随着蔡英文总统上任 台日关系会有进一步发展 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表演 包括卡拉OK演唱 日本舞蹈 气功 交际舞 以及夏威夷舞等等 虽然健康剂观众 以日本人居多 但旅居日本的台湾艺人 吴伟哲等人 也不放弃任何宣传 台湾文化的机会 演唱中文歌曲 赢得热烈掌声 也证明音乐超越语言的力量 周冬宽表示 行医之后发现 不仅是医术重要 更要教导患者 从饮食与生活习惯中 预防疾病 并且透过歌声 与表演排解压力 多动脑 预防失智 才能在高龄化社会中 让自己活得更健康 台湾文联市 陈晓峰 日本奇遇线 台湾报道